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你好我是川西 最近这天气状况真的非常不错 尤其是周日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我们把握这个时间呢 外出走一走 如果没有把握到 没关系 在周一的时候还是持续这种好天气的 在这个天气状况呢 预期会维持到周三左右 要到周四呢 才会有一波微弱封面靠近 这时候天气状况才会有一点转变 那么在这个温度的部分呢 仍然要留意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一点 中午的时候啊 虽然可以来到接近30度 已经有点夏天的温度 不过当太阳下山或者是清晨的时候呢 这个低温大约只有17 18度 所以要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低温的部分 另外呢在东半部地区 在未来几天啊 云量都是偏多的 而且有机会下起一些比较零星的毛毛细雨 所以在东半部地区 活动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 另外呢 在未来一周啊 在其他地方降雨都是偏少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的节约用水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预测图 在未来几天呢 这个虽然有一些水气逐渐东移进来 不过这水气呢 是属于比较零星一点的 对我们降雨呢 没有太多的帮助 大约就是这种多云的天气状况 主要降雨还是在这个东半部地区 因为在未来几天还是持续吹的偏东风 甚至有点偏东南风 所以封面地区 云量稍微比较多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温度的部分 在北部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大约是28到26度 中南部地区28到27度 这高温都是持续在回升当中 另外在低温部分稍微需要留意 北部东半部地区低温18 20度 中南部地区21到23度 那这样子的低温呢 仍然需要留意 因为就是早晚比较偏凉的这种天气状况了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天气 谢谢您的收看